文王居而演周易 纵尼厄 二座春秋 在儒家经典中 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 汉武帝霸处百家 独尊儒术后 周易就成为了当时读书人的必修课本 直到清朝灭亡 科举制废除 两千多年间 凡是想要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人 熟读周易是最基础的条件 周易最基本的底层原理 其实是建立在时间的变化之上的 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中 为了农业生产 祖先们很早就留意到了 时间的变化规律 他们发现 太阳和月亮的位置在不停地变化 经过某一个时间段 太阳和月亮总会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 于是他们把太阳东升西落的周期 叫做一天 把月亮从满月到另一个满月的周期 称作一月 把太阳重新回到同一个位置的周期 叫做一年 因此古人就有了最基本的计时方式 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 也基本符合太阳和月亮运行周期的规律 每一年的周期中 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的时间 大致是固定的 因此古人也将时间称为农时 同时古人们还观察到 一年中总有两天很特别 其中一天的白天最长黑夜最短 而大约半年后的另一天 则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 于是一个新的概念就产生了 白天最长的那天叫做阳 黑夜最长的那天就叫做阴 阴阳学说认为 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对立的统一 天与地 上与下 明与暗 寒与热 同时阴和阳在一定情况下 也可以发生转换 保持动态的平衡 阴急而阳生 阳急而阴生 这正是古人所说的 匹吉泰来 古人将记录这种变化的专门符号 称为窑 用一个长横表示阳窑 用两条短横表示阴窑 如果从北极点俯视地球 地球的自转方向为逆时针 而太阳的运行方向则为顺时针 我们可以从太阳运行轨迹中 找出八个典型的位置 对于身处地球的古人来说 太阳处在不同位置 就会感受到不同的 明暗 温度和气流变化 左半部分由暗逐渐变亮 是阳气上升的过程 我们把这四个位置都叫做阳 右半部分由量逐渐变暗 是阴气上升的过程 我们把这四个位置都叫做阴 把阳窑和阴窑 画在相应位置上作为初窑 左边四个位置中虽然都是阳 但左下的两个位置处于日出阶段 太阳逐渐升起 光照和热量尚不充足 所以是少阳阶段 我们在初窑上面分别加一个阴窑 左上方两个位置处于上午阶段 光照和热量都很充足 所以是老阳阶段 我们在初窑上面分别加一个阳窑 右边四个位置中虽然都是阴 但右上的两个位置处于下午阶段 虽然太阳逐渐落山 但光照和热量还比较充足 所以是少阴阶段 我们在初窑上面分别加一个阳窑 右下方两个位置处于晚上阶段 也是光照和热量最弱的时段 所以是老阴阶段 我们在初窑上面分别加一个阴窑 少阳的两个位置中 相对来说上方较强 下方较弱 因此上方位置的上窑为阳 下方位置的上窑为阴 同样的道理 老阳的两个位置中 相对来说上方较强 下方较弱 因此上方位置的上窑为阳 下方位置的上窑为阴 少阴的两个位置中 相对来说上方较强 下方较弱 因此上方位置的上窑为阳 下方位置的上窑为阴 老阴的两个位置中 相对来说上方较强 下方最弱 因此上方位置的上窑为阳 下方位置的上窑为阴 八卦的先天位置就此形成 同时八个位置分明对应八个卦明 其中前卦阳气最旺 序号为一 坤卦阴气最旺 序号为八 左边四个位置中 按照阳气递减 序号递增的原则 分别是前一对二 离三阵四 右边四个位置中 也按照阳气递减 序号递增的原则 分别是逊五 坎六 耿七 坤八 八卦实际上反映 世界万物的八种性质 在一年的周期而言 正卦和离卦对应春季 对卦和前卦对应夏季 迅卦和坎卦对应秋季 更卦和坤卦对应冬季 在一个月的周期而言 坤卦为农历月末或者月初 对应会月或者朔月 这个时候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 更卦为农历初三 初四对应峨眉月 坎卦为农历初七 初八对应上显月 迅卦为农历十一 十二对应迎突月 潜卦为农历十五 十六对应望月 对卦为农历十八 十九对应亏突月 离卦为农历二十二 二十三对应夏显月 正卦为农历二十七 二十八对应残月 整体上从昆到迅为上显月 从前到镇为夏显月 八卦起源九远 夏商周时代就有连山 归藏 周易三种八卦体系 后来连山归藏失传 只有周易留存并广为传播 北宋时确定了两种八卦 一个定名为先天八卦 另一个则定名为后天八卦 先天八卦相传是中国人组 福西式所创 所以也称为福西八卦 后天八卦相传为文王所创 所以也称为文王八卦 八卦乃是远古圣人 仰观天文 俯察地理所得 在远古时期用于表示天文历法 指导农石和重要事物 至于其他用途 这里只能说 一阴一阳 知味道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仅此而已 把她把货趣都取得 即废认 一周 imy 谢谢大家